皇上感慨自己登记以来一直勤政安民 可皇子却接连去世 自己不得不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 如意称 永皇若是知晓皇上的心意 必定会感到安慰 如意提起 永皇临终前念念不忘 折命皇贵妃 还告诉了自己是家嫔说 折命皇贵妃和二公主是孝贤皇后害死的 所以永皇言行无状 都失败 家嫔所赐 皇上称 孝贤皇后临死 兼称自己没有害过折命皇贵妃 家嫔如此 多半是听了留言 皇上认为自己的疑心也害了永皇 皇上对如意说 自己身处万人之上 可万人之上就是无人之巅 所以自己常常深感孤单 皇上让如意来到自己身边 对如意说 她才是自己选中的人 自己一直想许如意皇后之位 如意说自己不想做皇后 可姑母在临终之前 问自己是否想和皇上生同亲 死同学 如意坦诚 自己是想的 而要做到死同学 便只能是皇后 皇上说 自己和如意是注定要在一块的 自己愿意只让如意陪在自己的身边 如意答应皇上 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宫中 如意即将封后的消息传出 众人都对如意毕恭毕敬 如意在路上看到了内务府 新从圆明园拨来的一批宫女 荣佩便是其中之一 如意看到荣佩正在大声的指责赵公公 赵公公出手便打荣佩 如意急忙命人将她拦住 还叫来荣佩 如意见荣佩性子直 十分喜欢 让她来一昆宫当差 海兰帮忙准备利后大典 索新建如意即将被策离为后 也回到宫中帮忙伺候 内务府命人送来 供奉后前裁衣的裁断 却被荣佩拦住 荣佩称 如意不喜欢奢华 不让秦公公进宫 秦公公指责荣佩不知轻重 如意闻声而来 荣佩说 自己知道大个心丧布满百日 才不让这些鲜艳的段子进宫 如意也对秦公公说 自己不想太过夺目 让内务府送些朴素的段子来 秦公公离开后 如意把荣佩叫到面前 询问她怎敢顶撞秦丽 荣佩称 如意若是将新衣穿上 难免落人口实 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海兰称 荣佩心细如发 是个可靠的人 如意在殿外 遇到了淳贵妃 二人一起回宫 淳贵妃如今已经奉佛念经 淳贵妃称自己当初糊涂 希望得到如意的原谅 如意称自己不会对 任何一位皇子偏袒 也不会再提起旧事 淳贵妃十分感激 太后称 自己当初最不中意如意 如今她还是走到了这个位置 如意说 自己从未追求过后卫 太后说 她的后卫不是自己挣来的 而是皇上拱手给的 最后 太后提醒如意 做祭后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皇上对着先皇后的遗像 称自己决定立如意为后 景色也赶回京城 父子终于再见 景色提起 如意没有家世儿女 恐怕众嫔妃不服 皇上却称 正是因为她没有家世儿女 才不会像先皇后一样 一辈子绸缪 皇帝走后 景色留在先皇后遗像前 对额娘说 次日 如意受风 成为中宫皇后 李玉等人都为她感到高兴 如意到了太和殿外 登上了太和殿前的白玉台阶 在万众瞩目之下走向了皇上 她跪在皇上面前谢了恩 起身走到了皇上的身边 对视见戏 两人相识一笑 皇上也向如意伸出手来 底下的一众嫔妃 神色各异 各有各的心思 众人纷纷向皇上 皇后行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